你在家待着别乱跑 沙尘暴太大 我一个人出去找材料就行了 没事你去吧 我要在外面造一个特别的小房子 你不也有房子了吗 怎么还要造 哦我懂了 你是想看看自己的建造水平和人家有多大 走开了 creeper 这里有creeper吗 没有creeper 我可要进来了哦 哦没想到 沙尘暴之下的矿洞居然如此安逸 看来这些怪物也知道害怕 都躲了起来 不如 creeper oh man 喂110吗 有人扰迷 这座矿洞 今天居然没有苦力怕守护 那这里的宝贝 就全都是我的了 哇塞 你们看到我这个效率三算是搞的挖矿速度了吗 见之了 起飞起飞 我出来喽 小月你在干嘛呢 怎么一看我从矿洞里面出来就跑呢 还能为什么啊 当时太丑了 不忍直视啊 行 那你以后别看我 哎呀不行 退一步越想越气 你别跑 让我打你一顿 走开啊 我要不要急着躺江 你追我干什么 广告看多了吧你 我今天想挖点杀的什么的 我的小物在哈萨几个方块了 哎 话说 你有过在一场杀人暴的情况下 站在山顶之巅的人生体验吗 干嘛 敢人去跟梦口奔线啊 跟你说了网恋不靠谱的 你才网恋呢 我只是好奇这山巅之上的风景 你说这有什么好怕的 这沙尘暴 难不成还能给我刮到非洲去 没想到你的志向居然如此远大 转日子夜想的要去非洲 要是哪天我去了非洲啊 你也别想跑 无赖 凑流氓 笨猪 哎 果然这有利于山巅之上 才知道人类究竟有多渺小 不过话又说回来 别看这是沙漠 这天气啊 在山顶吹冷风 还真有点冷 哎 正好前面有个火流一样的东西 要不我们过去瞧一瞧 说不定就有裤子在里面 争丧麻了 裤子风平被坏 哎呦 我说你这天气是不是故意的呀 我刚到火堆边上 沙尘暴就停下来了 坑洋呢这是 看我不拆了你 哎 学了怪了 这么一个明显的建筑下面 居然什么都没有 你就是冲着宝箱去的 说什么呢 我这分明是为了这建筑物着想 我乃豆腐渣建筑测评师阿阳师爷 你看这些方块 这么好破坏 一看就是豆腐渣建筑 拆了它就是做好事 有在听 这 这是 是